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西的直播讲堂 今天我们邀请到Fersonal的CEO,Alan Alan要自我介绍一下呢? 嗨,大家好,我是Alan 我是Fersonal男性穿搭服务的执行长 那我们的公司呢,主要是帮助许多不知道怎么穿搭 或者是在穿着上面想要开始有些进一步的打扮的男性 一个简单快速又舒服的一个服务 其实我觉得穿着自信真的是一个art 因为像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从小没有制服 所以我们很容易找到好的衣服 然后跟自己身材搭 可是因为或者找到很适合的衣服 就符合自己的灵魂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在台湾国高中穿的是uniform 对,都穿制服 所以男生女生没有被交汇如何 其实穿着这种东西没有对跟错 品味这种东西也没有对跟错 可是你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穿搭吗? 对,没错 那你们当初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行业呢? 当初想要做的原因是因为 我和我的partner有一天就觉得 在台湾的整个服装的市场上面 是有什么样子的服务上面 怎样可以更加的更好 有一个缺口 然后我和那时候 我就到一些很知名的一些品牌服饰 然后去看看那边大家在买衣服的一些模式 这样子 然后我发现 诶,那么很多男生啊 他们就是三三两两一起逛街 然后常常就是 男生也会一起逛街 会会会 看起来就是 上班族好朋友 下班一起去逛街 对 然后到那边 诶,这边东跳一件西跳一件 然后进了更衣室出来之后 通常男性有人就只会说 还不错 帅 还可以啊 还不错 就这样 然后就看到两个男生 很开心的互相称赞对方 穿得不错 就买了一堆 所以看起来非常不太适合他们东西走 通常金额也不太便宜 但他们就买了很多 然后就走了 当下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是觉得 哦 这蛮震惊的 对,为什么 因为其实原来 这些人 看起来 并不是很时常逛街的人 但他们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想要穿好看 但他们真的不想花太多时间 一件一件慢慢试 这不好 再去挑另一件 慢慢的逛街 是 那 假如他们没有要花时间在上面 又想要变好看 就很常常乱买 买错 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很可惜 因为有时候这些衣服并不便宜 是 好不容易你下定决心 想要跨出第一步了 是 结果你穿上去 身边的人觉得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信心就被打击了 我想了解一下 通常你们以专业角度 或者是 呃 朋友角度 你觉得不适合的衣服 大概 不适合本人的衣服 大概是 什么意思 通常 我觉得 因为会很多人觉得 这个很主观 对不对 那你们怎么去化解这个疑问 通常 就像Mayla妳刚才讲的 穿搭没有对错 只有适不适合 对 所以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 它符不符合你的身形 啊 真的真的 身形很重要 所以 不可以他们两过一次身材 我才发现 哇 原来我身材是这样 就是我自己 跟自己身体共处了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发现自己的身材是怎么样 真的 因为我们其实很少去 认真的 除非你有点自恋倾向 很少人在看自己的身材 所以大家回去 多看一下自己的 对对对 可能 裸体在镜子面前看的时间 是没有那么长的 因为我就是 比较逃避的心态 我不太想看 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太确定 自己的身材比例长什么样 譬如说 你有没有一个example 譬如说 其实有些人 他的肩膀是非常窄的 是 所以变成是 他觉得他 只是要追求一个 正常的一个宽度的时候 他很长 看起来就会穿得很邋遢 对 看起来很没有精神 如果你是去买 Armani 或者是Boss 那些suit 男生都是追求比较高单价的 其实他不是客制化 所以他也没有帮你量身材 所以 穿出来 同样一件衣服穿出来 有些人适合 有些人就不适合 没错 因为每个人的身型 其实你认真的去了解 我就会发现 其实差异非常大 是 对 我一直以为我是扁身 然后那时候去他们那边 他说没有 就是你是原身 然后我才发现真正 就是我对原身跟扁身的认知 其实跟我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是有差距的 对 比如说我觉得我肩膀很宽 但其实我不是肩膀很宽的人 就是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在跟自己的身体相处 真的 对 虽然我们很多顾客觉得自己很胖 所以就很不敢穿比较合顺的衣服 但结果我们发现 其实 他的身型 他的胸型是好看 而且他的胸围非常宽阔 所以他只要穿对衣服 他相对的是可以掩饰他的肚子 那其实很多男性都没有这种sense 女生也是啊 你可以叫我几个人 有时候吃了比较多 那肚子会跑出来 但是我自己都没有发现 对 好啊 那讲到几个场合的穿搭 比如说我们有dating的时候 有mingling的时候 有formal的时候 你可以给男性建议 在这几个譬如说dating的场合 该怎么穿搭 其实尤其是约会 这样好 你约会次数应该非常 经验非常丰富 你觉得什么样子的 穿着的男性 在约会的时候 你觉得是 比较迷远的 约会喔 哦 说到这个 很久没有约会了 我要怎么回答你 你很烦欸 但比较迷远 我觉得就是有自信 嗯 有自信 有自信 你感觉很炫 好像有回答等于没有回答 对不对 可是 怎么样穿着会让你觉得 第一眼看上去 这个男生对自己是有自信 俐落啊 俐落 对 俐落 对 然后不要那种 因为我是一个很 脑袋很西化的女生 所以我不是非常喜欢 那种日本多层次的风格 就我所有的俐落就是简单 就是一个Hoodie 或是一个Shirt 或是Jean 但是你可以走formal 就是formal路线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business casual 等一下我们再来细讲 business casual 是怎么样 像一般我们在这边 当时是有来 大部分 其实我们大部分男性 90%都是单身 大部分来也是下了班 想说有些约会啊 所以人不就不太需要打扮 是不是 有有 我们最近来很多夫妻 老婆拉着老公来的 很重要 像Dating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其实很注重的是看场合 是 有时候 假如你今天是约一个很高级的餐厅 和你今天只是跟这个女生去一个 轻松的下午茶 吃饭 聊个天 喝个咖啡 其实要穿着的样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几个重点还是一样 就是 你既然是约会 一定要这样感觉要轻松 简单 然后 适当的展示出你的自己的一些性格 也是不错的 是 轻松简单 性格 那 mingling的时候呢 如果是商业的聚会呢 商业的聚会的话 其实就是比较重要 比较需要注重的地方 因为通常在mingling这样的场合 你必须要很快很准的留下 给让别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嗯 所以你的穿着 其实就代表了你在做的产业领域 是 你这个人个性性格 是 以及你想要跟他建立的关系 大家觉得mingling 尤其是businessmingling 一定要穿得很正式 可是因为就是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你要穿的能够代表你的产业 是 对 OK 那formal呢 比如说我有演讲 我有开研讨会 我有国际商务的会议 嗯 formal呢 通常啦 以在台湾来讲 通常还是会追求一整套会主 一整套主轴 基本上 因为当这样商务会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的 你的suit 或你的dress 它就会是你的一个 简单一点 它就是你的战袍 它必须要能够整个衬托出 你这个人的企图 以及你的存在感 然后让你讲的每句话都非常的有力道 然后能够贯穿品的影响 你想要去现场 你在那个场合里面想要发表的东西 哦 我觉得还蛮好玩 是因为我们所有面试来的顾问 就是西方来 他一定问我说 你上班要穿 我们来这边上班要穿 business casual 还是business formal 但是我觉得亚洲人没有习惯 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的人 搞不清楚 what's business casual what's business formal 对不对 就是business casual 就是上半身下半身 或是你 你其中一个 你不用穿的这么整齿 譬如说我穿个卡其裤 譬如说我穿个卡其裤 譬如上半身我穿一个 比较formal的衬衫 然后他西装外套也不见得是一定要就是 非常非常的整齿 business formal 就是整套 它就是整齿 它就是要搭的一致 那大部分我们商务会议的时候 mingling的时候 我认为 其实business casual就够了 对 因为我觉得business formal 台湾就是一套西装这样定做 可是他就是formal 可是他穿得又很松 所以又感觉又有点不formal 那我们回到今天 大家最想知道的 就是说 你们从头 投入这个产业之后 你看到这么多人 你们现在有三家店吗 对 你看到这么前这么多人 有些人的转变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穿着apparel how to dress better 很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 我认为这是一个 你能够马上的把自己 呈现出来的一个 非常加分的作用 因为有时候第一印象就是 占了只有两秒钟 你才可以 才有办法呈现的东西 你必须要 其实背后需要很多精心的打扮 是 而且说到这个 很重要的是 因为我在法国 就是 呃就是 旅游的经验 我发现 法国的女生 真的很会穿衣服 然后 呃 所谓会穿衣服就这样讲 还有把灵魂放在自己的衣服身上 然后很多人问我说 其实你怎么穿衣服 我说其实我从来都不穿 身上不穿超过三个色系 哦 对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又不是调色盘 对 然后再来就是女生的饰品 非常非常重要 男生也是 男生有什么饰品可以搭 其实我觉得在一些 你需要一些权威感的场合的时候 要有权威感觉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戒指 男生的戒指 那是男生的戒指 蛮重要的 嗯 那能够带我聊一个权威性 然后让你的整个人 你们这边戒指也有卖吗 没有 我们这边戒指可能需要用定制 是不是 ok ok 衣服也是嘛 对不对 但是很多像我们的总经理去你们那边就有一次被大改造 嚇到 你知道吗 好啊 那你可以给我几个客人的故事呢 在我们结束之前 你有没有一两个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客人 我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顾客是 他那时候要参加他们公司的一个 一个公司的一个聚会 他们在 他们要有个公司的旅游 他想说那就穿好看一点吧 那就 我们就帮他搭一套 就他回来就说 我交女朋友了 然后半年后 他就说我订婚了 哇 这个故事 穿着马上让他快速的 因为他说他在家公司工作做五年多左右 然后是工程师 然后我们就说那你想要穿怎么样 他说我也不知道 公司旅游 那因为有其他部门的也会参加 他说他穿好看一点 我说好 那就 因为他是个蛮木讷的人 但他做事很细心很用心 所以我们让他 他没有穿出那种感觉来 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让他原本很sloppy的一些穿着 变得比较精致一点 我的 我想法中 我觉得会穿的男生真的不需要全身名牌 没错 但是你真的必须要某一些的名牌 跟某一些的流行食品 跟符合自己个性的小东西互相搭配 而且女生的第一印象是可以靠化妆 可以靠五官来补 男生其实对于女性在看异性来说 我觉得长相并不这么重要 身材或许也不是 可是你真的要会穿 了解 像我最近拍了很多形象照 对不对 然后大家听到我的真实体重都吓到 因为大家说你怎么这么会长漏 其实我 就我一度胖的还蛮严重 可我就很会长漏 所以大家觉得我很瘦 但我不是 那你在究竟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客人想分享呢 除了结婚的 除了结婚的话 那另一个就是他在公司原本做属于比较常常往外跑的业务 结果他在我们这边 因为他要去日本开会 他觉得日本人都很会穿 只是出去不能输 那就在我们这边穿搭了一下 然后结果他在公司在大门的时候遇到他们的老板 他们老板就说 欸你是我们公司的人吗 我说对啊 我这边工作了差不多三四年了 然后结果隔天他就被升为PR 因为他穿队了 然后遇到老板 然后他就很开心说 欸我真的变PR了 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对啊 我原本只是偶尔外派去是日本 现在是日本那边公开的一些 他们要发表东西就直接找他了 所以要有好的机会 要你well prepared对不对 对没错 好啦那观众一定很好奇你们的店在哪里 在结束之前你要不要提醒一下你的店在哪里呢 我们的店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店叫做Fersonal F-E-R-S-O-N-A-L 对 然后就是可以在网络上打这几个关键字的时候 就可以搜寻到 然后我们是在台北的话是在永春捷运站 那新竹的话是在东区关心北路那边 嗯 对 好 那就是想要了解就是国际场合怎么穿搭 也可以欢迎来搜寻一下我们Mingling的团体课 每个月都有 那到时候就下次见啰 好 拜拜